二楼阳台支柱水泥剥落均裂 钢筋外露 连结两栋校舍的空桥 进不起强阵垮了一半 直接断掉 斜一边倒在地上 可以看到钢筋都是露出来的 这里是花莲玉里春日国小 学校外推的露台也严重倾斜 教室的桌子全部被震得东倒西歪 天花板青钢架掉下来 走廊的花盆也全部倒在一地 县府紧急宣布十九号停班停课 学校这边所有的老师都要积极动员 那我也请社区能够到学校来协助 先把教室里面的空间先把它整理好 另一所学校也是损失惨重 这里是乐和国小 校舍地面裂开隆起 墙壁出现裂痕 幼儿园厕所的梁柱垂直裂缝 放得进十元硬币 教室地面出现高低落差 自然教室橱柜倒塌 走廊变形隆起 外墙军列 教室里面的设备与教具也衰落一地 满地都是碎片 评估应该是没有立即的危险 只是我们希望 后续有安全相关的检测 可以来协助学校做安全的检测 两所学校损失严重 现场已经拉起封锁线进行管制 县府已经在会诊灾情的状况 进一步调查损失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受灾学校总共有71校 其中以花莲乐和国小灾损 金额100万元最严重 施工厂商也已经进驻学校会刊 评估后续的拆除作业 华系新闻林建峰 赵云光 林婉宁 许富杰 花莲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